假日一個讓人傷透腦筋的名詞 度假一個讓人舉起不定的動詞 除非想待在家裡睡大頭覺 不然假日度假 絕對不是一件輕鬆的選擇 或許以下的提議 值得您用四十四分鐘考慮 台灣剛發展的民宿 是因為可能在一些旅遊區 像阿里山 像墾丁 然後像一些資本 因為台灣的假日 大家都是一樣 所以一到假日的時候 可能年假一房難求 所以台灣的民宿是這樣子產生的 就是說因為沒有地方住 所以他就把他家裡空閒的房間 挪出來提供給客人住宿 因為這樣的關係被定位在 比較普通比較差的那種住宿的形態 所以說大家的印象 對民宿的印象並不是非常的理想 後來才慢慢的有比較好的民宿出現 如果把台東池上只是當成一個旅行的歇角處 短暫停留 十個池上便當就走 簡直是抱田天物 雖然滿足了口腹的慾望 卻潰帶了心靈的需求 也辜負了池上特有的農村育野 如果外地人沒有在地人帶領 想要心靈神會池上的田園美景 那需要一點好運 一開始我們也沒有想到要做民宿 是因為環境不錯 所有的人告訴你說 哇 這真的是讓我們能夠住上一晚 那該多好 那後來我們才發現說 原來我們這種那麼自然的環境 是所有人心中的渴望 那我們就開始整理環境的時候 其實我只有一個要求而已 最起碼你東西都要清潔 清潔度要夠 所有的人客人來到這裡 他不會去跟你要求設備 可是最基本的一些配備你都要有 讓他住得很方便 他看的東西要讓他覺得很自然 你這裡就會吸引人家來 未產園的房間並不多 只有五間 但是八公頃大的戶外空間 被經營成有機菜園 提供遊客享用新鮮蔬果的樂趣 吃的東西就是說 要我們自己能夠控制是最好 你如果說我外面市場買來的 我告訴你有機你可以存疑 可是你在這裡自己看到的都是最真的東西 你覺得可以是最好 你覺得可以可以玩嗎 你覺得可以玩嗎 剛才你要住台湯 我說那邊住康牆 等一下我們喝完茶 我們繼續牽腳踏車 我們出去導覽 我們去看池上美麗的油菜花 好… 要記得帶相機 沒有 我有帶相機 你要帶相機 對 我們去繞 繞那個很漂亮的地方 對 我們一直覺得就是說 民宿的感覺 就是要像親戚回來了 朋友到了 然後我們去接他這樣子 我們就開始跟你做簡單的地理環境的介紹 你會覺得就是說 這個地方我已經慢慢的都熟識了 然後當你在從這個地方 去觀看所有的景物的時候 你就覺得就是好像你的家一樣 你不會覺得很害怕 或者是好像到了一個 東西南北分不清楚的環境 介紹環境 不僅是為了讓客人安心 其實也是一種分享 分享當地特殊的風土人情 分享在地人的吃房景點 也分享主人所擁有的美好事物 最 Key 茨上鑑新開闢的福春自行車道 是民宿主人带给客人最大的惊喜 田间小路改建的专属车道 又有其中可静览池上的农村景观 以及全国唯一内陆型湿地 大扩池的生态 人家大老远从台北来找我 那是因为他可能就是说 他很欣赏我们有主人的特质以外 他可能就是要来这里了解 我们池上的风情 那我们带他出来玩 我们每天等于就是陪很多的朋友出来 了解池上 认识池上 只有这样子最大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池上会变成他第二个故乡 有些人跑到那种饭店去 他发现就是花莲的饭店 五星级他也住过 台东的五星级他也住过 然后他去高雄跟去台北 其实都一样 可是他就是没有人的对待 为什么 因为那边就是少了人情 那民宿就是多了热情 还有民宿主人他提供一个温馨的家 虽然只是一两天的相处 可是让你觉得好像心情的避风感 我们做一个创作的 比如说淘坂成型 那后度有多好 除了户外活动 预产园还有一项特殊的私房体验 哈喽 丸桃好不好玩 好 这就是标准答案 丸桃是一种体验 然后让它跟着我的工作结合 然后我是独美工科的 一个这么好的环境 如果说再配上一点点艺术的东西 可能有美化作用 我就设置了一个陶逸教室 然后客人来的时候 他可能欣赏的是一种陶逸的那种过程 或者说他很想学习 那我们就跟客人一起体验 如何让客人不需此行 民宿主人可是绞尽脑汁 良好的互动 完全有赖经验的累积 我们在做民宿的时候第一次 我们就满怀的欣喜 就是说要去迎接第一个客人的到来 把家里所有的兄弟姐妹 亲戚朋友都带上来 就是要招待这个远方而来的朋友 可是我们第一次做 就是失败的例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用最好的环境给他的时候 竟然他的家人不认同 因为他居住在都市里面 他以为他到 他到的是五星级的度假村 结果没想到是那么自然的环境 他认为说这里没有7-11 跟麦当劳他会疯掉 我那一天我回去就哭了 我就想说 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 他会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回报我 那我赶快就打电话去请教老师 老师叫我不要气馁 因为这种人他以后不会再来了 我们只要做好原来的环境 让喜欢这样子的人来就可以了 不要太去迎合所有的人的胃口 只要把自聚相投的人带到这里来 我相信我做的他都看得到 民事业和旅馆最大不同 就是我们民事业都是主人在经营 主人的魅力 主人跟客人的互动 这些都不一样 那旅馆业不一定主人在那边来照顾客人 他就请几个小姐经营者在那边管理就可以了 住民宿跟住旅馆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我们到旅馆到各个地方的旅馆去 可能就是去买一个房间 就是我去买一个这样的时间里面 我买这个空间 我可能在那边住宿休息 你可能跟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互动 那住民宿不一样 房间是你自己的空间 你自己休息的时候你在房间里头 那其他的时间 可能客人会跟你一起用餐 一起吃饭 会带你到他的地方去玩 去认识他当地的产业 品尝当地的小吃 然后去认识当地的特别的一些植物 动物 然后他的环境跟人文 其实民宿它提供的应该是 很无形的附加价值 这些东西 我不是说我来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房间而已 我想我们一定要把它整个 很完整的附加价值 把它建构出来 然后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民宿 双龙会在佐水溪上游 南岸河街谷地 是布隆族人的部落 建于高地的双龙民宿 是部落里第一间民宿 也是全国民宿经营的先行者 民宿主人古志勇夫妇 自民国85年开始提供民宿的服务 当时他们的做法 就突破了只有房间住宿的形态 双龙民宿依照客人的属性和需要 安排量身打造的套床行程 提供客人部落生活的体验 民宿的收入时好时坏 只能当成副业 在农会工作的古志勇 也只能利用下班时间 带领客人体验大自然 虽然辛苦 他却乐此不疲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 非常自然的地方 那客人一住到这个 我们的民宿来 会感觉 我们会让他感觉 这个地方就像他自己的家一样 对 这东西都像自己的东西一样 这个环境都非常让他们自然的 所以在那边活动 在那边享受大自然的空冲 双龙部落大部分为高山区域 社区建筑依山式而建 环山道路的山地 会有布农的神话故事 制导型的解说设计 让游客在漫步间 体会布农的历史人文 去年七月底的桃枝台风 毁坏部落唯一的连外桥梁 至今只能依靠 临时变道进出 道路状况不佳 减低了游客来部落的意愿 古大哥的民宿 也从高峰掉下无地 无人上门 五个月后的圣诞节 才有客人回流 在你提供一个房间之外 你还可以给他什么 可能对这个地方的了解 对这个地方的历史 人文 然后对这个地方的产业 能不能让他 对这个地方有所认识 因为未来的旅游 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也是认识台湾一种很好的方式 有一些客人需要 很需要接触到大自然的 我感觉到他们需要这样的东西 那我会带他们去 发现到这样的效果非常好 但回来反应都非常好 非常的高兴 那以后我在安排的时候 都会有这个生态导人带客人去 那我们现在准备到双龙瀑布了 那我们必须这个注意的事项 就是注意这个安全嘛 就是服装要 轻便 对 那就是 沿路上如果有这个 原生咒误的话 我会做简单的介绍 让我们去认识一些这个植物 有的可以使用 有的可以摇一摇这样 就是你们传统的一些用途 要用植物就对 对对对对 对 沙龙瀑布 原住民的称呼叫做 一星岸 那一星岸的意思就是 充满岩石跟峭壁的意识 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那沙龙瀑布 它除了供应我们部落 饮用水以外 还有我们种一些众物 都是要靠这个水 那瀑布的源头这个地方呢 是由于 对我们原住民来讲 是有一种禁忌的 可能在那边吸水 烤肉 那个污染水源 就是非常大的禁忌 那我们祖先说如果说你在那个地方去去 去吸水去破坏这个水源的话 会受到这个谴责的 对 对 主要是从上面看的蛮漂亮的 下面怎么封成这样子 这个原因是在 在上一年的这个七八一 淘滋台风所造成的 那原来的 有步道一直到这个西底 看这个整个瀑布 那这个地震过后 这个土石比较松 所以这个淘滋台风 把它弄成这样 在还没有台风之前啊 这个我带游客到这个地方来 会到西底去去看景观 可以待很久的时间 欣赏着大自然 这个漂亮的一个瀑布 那现在这个时候 整个都破坏这些路况喔 所以比较危险了 我大概就是会 在一个安全地方看一下瀑布 就回去了 淘滋台风 破坏了瀑布周边的人工设施 让部落的招牌景点元气大伤 但是并未影响保暖的价值 以前体验的是水库的美感 现在体验的是自然的无常 休闲的景点 转变成敬畏自然的教材 是民宿业者守护家乡的积极行动 就是隐住的面子 是隐住的 终于甘老师 他将终于甘老师 做出亡肉币 我這裡有兩條岔路 你認為是往哪一條比較正確? 瀑布站那邊應該走這裡吧? 不對,因為不是從那個地方 因為這裡有一個標誌告訴我 就是說錢花門是往這個左邊的方向走 因為它有這個切口的地方 表示說它是從這個地方 不是從這個葉子的地方 是從切口的地方 有切口的方向就是它走 就是要往這個走的方向就對了 這是你們以前獵人做的那個判別方向的標就對了 古大哥那我們進來的話 我們要如何去判斷哪邊有瘦夾 因為不是常常那個小狗被那個瘦夾夾到腳 對,這個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我們有一套的方式 比如說在這個葉子上面有打這樣的結 有打這樣的結 有打這樣的結 所以當然國他不會判斷 那人他會判斷 我就不小心就一起講 那人看到的時候就知道 這地方不能來 不要進去就對了 不要進去就可以了 或是我們有很貴重的東西 比如說我待會兒會來拿 怕又丟了 那我把我的東西放在這個地方 也可以打這樣的結 也告訴過路的人說這個東西不能拿 我已經做法了 拿你會倒楣 你會受到譴責 你們現在還有這樣做就對了 還有 還有 那對人家有效跟年輕人沒有效 古大哥說 真正的布農獵人在獵場裡 其實是很少說話的 普通的獵人追逐獵物 優秀的獵人等待獵物送到眼前 為了體驗獵人的心情 旅人開始學習傾聽自然 尚oga 偶像 其他人 他也會 叫 我买好 我在 我买得 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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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肉雞跟土雞就差點就在這個地方 那我是CIS鎮肉雞 那種標準的肉雞 像我土雞的話它在這個地方都可以懂好事 沒經習慣的 常常就是在爬這個腳底的那個肉的這個 長卷的 長卷的有一層保護膜 角質化 那要不要SK2 不見得美根都需要這樣的東西 有的人來他只是說要喜歡安靜 就在民宿的木屋的附近 泡泡茶或是說這樣看個山山風 吹吹風他也覺得就很滿足 也有這樣的客人 客人如果說他比較不喜歡接觸到人 他當然就回到這部落來了 雖然沒有抓到獵物 空手而歸的獵人依舊有豐盛晚餐等候 好爽 很好吃 星空營火 石板烤肉 野菜料理 純亮小米酒 再加上民宿主人一家陪伴 正夜的晚餐非常布農 其實今天民宿不是那麼的簡單 所面對的都是一些不一樣的階層的人 那你怎麼樣去跟他們做互動 怎麼樣了解他們所來這個地方所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發覺到自己都在成長 那我們也因為透過這樣的關係 跟客人會交成好朋友 那這次的災難有很多的理由 就是我的客人都會打電話給我 甚至會送一些物資給我 送到我說不要送我太多 我們九二魚有這樣的感覺 桃子有這樣的感覺 然後再這樣順便感謝他們 民宿的空間特色盡量用主人的理念 然後用當地的資材資源來做運用 因為不需要去進口很豪華的東西 反而你要很用心去布置 這樣才能夠真正有特色 因為最有特色的東西就是在地的東西 不管在地自然的食材 花草 樹木 你都可以把它運用在你的空間裡頭 所以說每一間民宿會有很濃的主人的味道 可能它是比較歐風的 可能它比較日本風 或是比較本土 那未來的民宿 它在整個空間的營造上 應該是非常多元化 所以其實不一定要花很多錢 而是你要很用心製造出空間的氣氛 KLAND MYE KLAND MY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试着和自己对话 在这里我想当各位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呼庭的地方 那我们呼庭是位于花莲县寿风厢水莲村的牛山 很早以前那水莲村的村民就把他们的水牛也放在这一带的山区 所以说这个地方叫做牛山 那我们的呼庭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引用原住民阿美族的母鱼 呼叮 呼叮是牧场的意思 放牧 那各位可以感觉到一来到这个地方 感觉就是那种好像艺文化那种感觉 人造环境和自然景观 废弃武汉艺术创作是那么和谐的在呼庭并存着 画腐朽为神奇的灵魂人物正是牛爸爸 从高尔副球场景观设计退休的他 一心想把祖县的地方打造成梦想的原地 我家里的人说我现在年纪大了 不要再那么累了 种东西干什么干什么 我没有必要了 但是我有我的那个理念 实际要去实现 我的梦想要去实现这样 对啊 每个人都每个人 是啊 这样死的才会瞑目嘛 这一根柱子就是贴满了那个拖鞋 就是在这边 然后上面还写着 谁忘了穿拖鞋走了嘛 那其实这个是比较讽刺 那我想一个反应比较快的人 他就知道 这个很有那种环保意识存在 那其实这些拖鞋的也感觉到 都是一看就是好像都是旧的啊 或者是其实他也是跟漂流木一起这样飘到这边的 那就是借着这一根柱子多少 让来这边的游客啊 看到可以有一种那种警惕 那种效果 就是要不要乱丢穴啊什么之类的 那我说的这一根就是在这边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到海边 好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想用比较体验型的方式 就是让人家存来到大自然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看像那种很 就是说你看木屋啊那几间很破 破得很艺术破得很环保 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人家能够意识到 就是说以前的人啊 他是怎么去住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 里面因为它也只不过是一个空间 然后电视电话那些都没有 用意也是在就是说你不只是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离开了现代化生活 就是就连你的精神 也能够离开现代化生活 这一只也是原本是这一只啊 嗯 这个也是我没有给它记掉的 嗯 比如说像这样子的 通都是一个一个来的喔 它的尺寸本来就有这么长的 不一样 我就给它钉上去 不过这个东西喔 一般人都不会 不懂得看这个材料 其实这个材料是 是杂木啊 啊 不是 快木啊 你看我问问有味道啊 嗯 这是我们进去那个那天的 嗯 这些房间的建材 全部都是海边捡回来的漂流木 虽然是废物利用 却看得出主人结合环境保护 艺术创作 生活美学的品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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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哎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海边捡回来的那个 鱼网吗 对 人家丢去的鱼网 海边什么都会被飘来啊 哦 海边什么都被飘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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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要做什么 蛤 这个是要做什么 要盖这个五亭 哦 哦 要把这个很现代的感觉 现代的感觉 现代的感觉是 那只要你花一点时间 把这个 废弃的东西再拿起来利用 就可以了 走 带你们去看一下那个 牛山的真面目好了 好 牛山不只是只有我们在这里 其实真正来讲应该是 牛是主人 我们是客人 所以我就带你们去看一看 走吧 小心哦 那爬这个的时候 你要稍微把身子 蹲低一点 那重心不能完全在脚跟上 好 脚尖也可以 要放着 那就这样子走 比较安全啊 那脚真的滑下去的话 就整个身子往地上坐 好 然后把那个重心转移一下 这个是登山基本的要理 这个感觉好像 像现在的那个柏林有没有 打高尔夫球用 跟我们那边 像人为管理的那个环境 其实不输啊 那大自然 其实它有一个 好像轮替啊 那牛在这里 然后牛会去吃 那你不用很现代的东西 甚至人工去处理 那你可能 你会问我说 这个要不要割草 这个完完全全是自然 牛山上的草 不是人工割的 干净的海滩 却是有心人用心维护 才能保有自然原始的 沉浸面貌 早上听你有爸爸说 他还在海边这样 跑一圈 对啊 他早上 他有习惯啊 比如说清晨一大早 就是 看一看 因为海浪会打一些东西出来 你们相信吗 对啊 甚至有些东西 像房子很 一些素材 都是用漂流木盖起来 就是从这海边捡 那有什么就弄什么 对我而言 是这里看到的东西 有时候是一个 很讽刺啊 像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又看到这样子 那我不断地在捡 这些漂流木的同时 那其实也很心痛啊 那你看环境 捡的越多 就是环境破坏的越多 盖的虽然很漂亮 都是漂流木的房子 但是我有时候在想 这样子对吗 好像是 好像是 怎么讲 好像有点在出卖 还是 把这些东西很讽刺 这样搭建起来 那我希望就是五间 只是做个 好像让人家 了解 甚至体验一个环境 我不是希望说 再盖个十间 二十几间 一个民事要经营起来 光不是你的硬体 最重要的是软体 所以软体 如果从整个地方的经营来说 以我过去年 过去的 人家的经验 主人的灭力最重要 我看过台湾很多民宿 其实每一个民宿的好 都是因为有人的关系 可以一对很好的夫妻 那其实 民宿是属于家庭市经营 那你这个家庭的人 你就要 可能要有一些热情 然后你也要爱那个地方 那基本上就是因为你主人 爱这个地方 不是把来的人当客人 而是把他当作朋友 当作自己家人一样在看待 所以其实这也是都市人 非常需要的一种感情 那我觉得说 台湾乡村最珍贵 是因为我们有很浓的人情 有些人 他如果常常板着脸色的人 他就不适合做民宿 因为那客人马上就会回到 就说奇怪 这家的主人 个性好像怪僻怪僻的 他没有办法接受啊 我们是几年前 就已经移民加拿大了 我爸跟我妈当初的想法说 要开个农场 但在台湾 不太容易创造这样的环境 最简单就是到外国 买个地方很美的地方 就这样过这样农场的生活 但是过去的时候才发现 他在台湾累积了四五十年的经验 跟人脉 在加拿大完全没有办法发挥 完全可能四处碰壁嘛 要做什么事情都要靠我姐的翻译 包括什么开车买东西 都是不能靠自己这样 一然而然就决定说 然后就回来台湾发展 所以我把 当时就选进大雪山策的地方 但是我爸回来没多久 就因病就先走了 为了完成父母的心愿 刚退伍的俊龙 没有到加拿大读书 一头投入农场的经营 连结婚生子都在山上完成 我先跟你介绍一下 这边的环境 等一下再带你到房间 这边从右手边 这边就大岸溪嘛 这边大甲溪 天气好的话 可以看到整个海岸线 包括渔船都看得到 哇 真的喔 那因为我们要看渔船 是肉眼就看得到 像如果早上看渔船的话 是白色的 因为太阳光一照嘛 那蓝色就变白色 下午看的话会变黑一点 那海面是金黄色的 那大甲溪跟大岸溪 又会变两条 好像金龙一样 你看 就都是金黄色的 那人家厕所在后面 我先带你到房间 客人来这边 他对你的环境不了解 我要先让他对这边了解 然后我才能 轻松去做其他事情 他自己也能 在这里融入这样的环境 罗英农场所在地附近 援有丰富的生态资源 农场不忙的时候 主人非常乐于异物导览 一个礼拜 拼囈他一天两天出来 就扫这附近的路 这个才那么干净 一般如果没有整理的路 草都幾乎是長出來以前 聽說這個主動整理環境的居民 養了一些寶貝 看了保證讓都市人大開眼界 都在這附近家 都是這附近 郭坤明本來在大城市做廚師 因緣機會認識富裕昆蟲的朋友 勾起他在大雪山的童年回憶 於是放棄原本安定的生活 回到老家從事生態保育的工作 他幼蟲的話他要養三年才會羽化 這個要養三年喔 這個一年這個差不多一年 差不多半年八個月左右他就可以羽化 這個不會這個很好玩 好可怕喔 這個好玩的東西 我第一次抓了我也不敢 會不會軟軟的 就是軟軟的 救命啊 不會啊你抓看看就知道了 我還是不要抓好了 這不會啦 我是莫名其妙的我比較狡猾 我很怕狡猾 這個你外面要抓抓不到耶 救命啊 等一下 這個很寶貝好不好 這個今年就會羽化了 這些朋友不是因為生計 被限制在山上求發展 他們是懷抱著夢想 自願入山 山上的風景雖然美麗 山中的生活 畢竟比不上山下便利 追求理想 也不如想像中容易 這邊年輕人沒幾個 而且有這樣理念的不多啦 所以我們有這樣理念說 能結合生態又觀光的 這些人我們就聚集在一起 那就 因為他生態部分 他比較熟啊 但觀光 帶入遊客進來的 我比較熟啊 就可以配合 有什麼問題就問啊 問他就知道了 就跟你們講 他很熱心啊 不知道再去睡覺啊 對對對 就很自然的互動啊 大家就像朋友這樣就對了 算是創業有點成就了 一般年輕人來 幾乎都是羨慕的份啊 所以會覺得辛苦還是有代價 那碰到 就是像那種很多狀況 跑出來的時候 會又想 哇什麼 沒事情跑來山山 那個時候經濟還很不好 的時候我們都沒有請人 就只有我跟我老 沒有辦法請人啊 那時候婆婆還在加拿大 當什麼老闆 老闆就是什麼都自己做 那個時候都是坐遊覽車嘛 坐遊覽車的生意啊 我老公要開九人座出去再看 然後我就一個人 帶一個小孩子 炒菜啊 整理房間啊 打掃啊 洗碗啊 什麼都做啦 但是一定都要用跑的 不能用走的 用走的話就 速度就慢下來 工作就做不快 那時候什麼都是你一手包辦就對了 對啊 那前情人 然後隔天客人走 我們兩個就躺在床上 連動都不能動 類似 重新選擇啊 你要不要 對啊 如果有 再接來的話 對啊 如果有的話那是更好啊 更好是怎麼樣啊 你想是不可能啊 不可能的是啊 這邊只要做好一點 這邊做好一點 錢賺多一點 小孩子發展好就好了 對啊 環境是很好啦 對啊 但是也要有說出才待得住啊 但是夢幻飄渺的環境 面對的還是柴米油鹽的真實人生 山上的天氣變化莫測 主人說 不要擔心 好好睡一覺 也許明天推開窗 會有令人意外的風景出現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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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希望每一個鄉村 都有人可以回去那個地方經營 不管在自己的故鄉 或是你去尋找到一個你喜歡的地方 你就在那個地方定居 然後 因為你去保存那個地方的產業 文化生態自然 然後你把當地的資源 做一個很好的經營 這樣子就可以把台灣的民宿 帶往到一個非常理想的一個方向